作為日本的文化符號被世界所熟悉的服飾會 在300年前的日本江湖時代 其實是一種傳播資訊的方式 壯闊的自然風光 旅途中的風情 時尚流行資訊 以廉價的木板畫為媒介 印刷發售 在庶民中流行傳播 也對後世日本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擁有百年歷史的東京高橋工坊 將人們依然以最傳統的方式 延續著這項工藝 雕刻師在拿到畫師繪製的畫稿之後 將其貼合在山映木的木板上 進行木刻雕板 為了完美地呈現畫中細節 雕刻師必須全神貫注 一次性雕刻幾張 甚至幾十張雕板 印刷師在成品雕板上塗上油墨 在其上方放置一張手工盒紙 以竹滅皮和竹葉製作的壓印墊板 擦拭雕板上的盒紙 過程中必須全神貫注 一次次精準的操作 層層疊加 才準確無誤地呈現出畫中的各種繽紛色彩 正是雕刻師與印刷師的精湛技藝 才將葛氏北斋 歌川廣眾的名作中大膽的構圖 紙繫的色彩完美呈現 流傳後世 如今 江湖木板畫被認定為 東京傳統手工藝加以保護 木板畫匠人們 力求成船和弘揚這項珍貴的手工藝 將美留給下一個世代 新唐人日本記者站東京採訪報導